那如果大家都去看盜版的转播 不愿意从正当的管道上面收看 那以后谁还愿意花大钱去取得转播权呢 那以后台湾观众失去的看转播的机会 对台湾的体育发展来说 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真律师 最近东京奥运的热潮 大家应该都跟上了吧 尤其台湾今年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 奖牌多到有几面 都已经数不清楚到底有几面了 那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每天都在关心奥运赛事 等着看我们的选手战上颁奖的时刻 对吧 尤其是台湾的选手夺冠 旁边站的就是中国选手的时候 不好意思,失态了 不过在奥运期间 大家心情都非常的紧张 兴奋的同时 也发生了一件还蛮耐人寻味的事情 那就是身为职业篮球联盟 执行长的黑人陈建州 在IG线动上面发表 帮台湾柔道选手加油的画面 却被眼尖网友发现 画面上方出现的跑马灯 疑似就是使用俗称 安博盒子的基上盒 在观看爱尔嘎体育台 那原本黑人陈建州还变成说 那张IG线动截图 是朋友群组传的截图 不过在网友发挥柯南精神比对之下 发现在范伟奇的脸书影片上面 就有出现了安博盒子 于是隔了一天之后 黑人终于透过IG线动认错 承认他确实使用安博盒子 来收看转播 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抱歉 那这个新闻一出来 当然也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有的人认为说 用安博盒子不偷不抢 这个盒子也是花钱买来的 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呢更多人还是认为说 使用安博盒子看节目的行为 非常的不可取 应该要谴责这样子的行为 那我一直强调的是 我们要去谴责一个行为 就要去知道背后的原因 不是因为说我们不喜欢这个人 或者是因为现在的风向是怎么样 那大家就去群起而攻之 因为那就变成是一种霸凌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使用安博盒子 这种行为不可取 陈建州真的有必要要道歉吗 大家口中所说的安博盒子 其实就是一种机上盒 那业者会透过架设电信机房 来破解各大电视台的合法讯号 这里把这些讯号传到伺服器后 透过网络传输 传到消费者的机上盒 那消费者使用机上盒里面的应用程式 就可以看到这些频道的内容 所以消费者只要花几千块 就可以收看到很多很多的频道了 但是这种机上盒是合法的吗 我们知道一般的电视节目 比如说电视剧好了 一出戏剧里面会有剧本这个部分的语文著作 然后演拍摄的部分会有摄影著作 那演员的部分可能会有戏剧著作 音乐的部分会有音乐著作等等 那么这些著作合起来还会集合成一个视听著作 这些著作当然都是受到著作全法的保障 那运动比赛的转播也算是著作吗 我们之前有讲过 著作的要件是必须要具有创作性 也就是人类精神上的创作 而且要属于文学科学艺术或者是其他学术范围的创作 那运动比赛不就是选手在场上比赛啊竞技啊 那这种比赛竞技的内容能够算是著作吗 确实比赛或竞技本身是没有著作权的哦 因为你绝对不会说 那个跑百米的人他在场上奔跑 他是在创作 或者是选手在打篮球是在进行创作 他是在比赛并不是在创作 这个概念要分清楚 但是呢运动转播可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在看运动转播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台摄影机都在捕捉画面嘛 那导播一下子会切选手的特写 一下子会切场外观众的表情 或者是切计分版哦 那有时候呢还会重播精彩的画面啊 慢动作特写啊 而且呢可能还会有球评的讲评啊等等哦 所以呢运动转播的内容哦 他已经不单单只有运动比赛本身而已哦 而是包含了这些导播啊球评啊工作人员的创作在里面哦 所以呢是已经具有著作权的保障 那么没有经过授权就甚至将运动转播的画面拿来使用 诶这个就有违反著作权的可能哦 但是安博盒子的情况是哦 这些架设机房哦 破解各大电视频道讯号并且传输出去的人哦 跟贩卖安博盒子的人 他不见得是同一批人哦 那就会造成说 诶架设机房的这些人是违反没有错的哦 因为他们是把未经授权的电视画面破解之后传输出去了 侵害了电视台的著作权哦 但是呢对于市面上到处流通的安博盒子哦 法律确实一点办法也没有哦 或者呢是只要这些机房没有被操哦 那安博盒子就可以在外面一直卖一直卖哦 因为法律上哦 并没有条文管制贩卖这种机器的行为 那一直到了2019年立法院修法之后 才通过了修正著作权法第87条地项第八款的规定哦 那这款规定是说哦 提供公众使用汇集该等著作网路位置之电脑程式哦 譬如说发行一款APP或者是应用程式 那里面搜集了很多片源的连结哦 或者是指导协助或预设路径 供公众使用前面所说的电脑程式哦 意思就是说呢 只要指导协助公众使用我们刚刚所说的应用程式 或者是提供一个预设的路径哦 让民众可以直接连上这些片源网站 以及哦 制造输入或销售装有我们刚刚所说的应用程式的设备或器材哦 都会违反著作权罚 那最高呢 是可以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居易或客户并客新台币50万元以下发金哦 所以呢 现在只要是制作或者是输入或者是贩卖安博盒的行为 都是违反著作权罚的哦 那说到这边呢 就先插播一下哦 如果你觉得这些资讯对你是有帮助的话 请大家记得订阅嬴政律师的频道 或加入频道会员 也欢迎使用YouTube超级感谢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哦 好 那看到这边呢 应该有很多观众都有个疑问哦 诶 律师你说法律上规定安博盒子本身是违法的哦 那制作的输入或贩卖也是违法的哦 但是法律上并没有说买安博盒子的人是违法的啊 嗯 确实是这样子没错哦 买安博盒子看安博盒子节目的行为 确实哦 法律上没有规定是违法的哦 其实对于违反著作权罚 法律也都只有规定做出侵害著作权行为的人违法哦 但并没有规定消费违法著作权产品的人违法哦 所以呢 黑人曾经周观看安博盒子的节目 他的行为虽然有人非议啦 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他是违法的啦 只不过呢 我们在上一集哦 刚刚讲到台湾体育改革困境的影片中呢 就有提到哦 其实台湾体育界问题重生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民众愿意投入愿意付出时间精力或者是金钱 去支持体育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哦 才会造成体育呢 他无法吸纳资金以及人才 从根本上呢就失去了健全发展的根基哦 那例如我们以这次的奥运转播来说好了 这次的奥运呢 因为我们的台湾选手创造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很大的激励跟鼓舞哦 那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看了这次奥运的转播之后呢 愿意为台湾的体育投入更多的支持哦 更支持这个体育的发展哦 而这个转播权它当然不是免费来的啊 是电视台花了大笔大笔的银子才能够拿到的 所以呢 电视台它当然也会希望从广告或者是频道的订阅这方面 来回收这些花费嘛 那如果大家都去看盗版的转播 不愿意从正当的管道上面收看 诶那以后谁还愿意花大钱去取得转播权呢 那以后台湾观众失去的看转播的机会 对台湾的体育发展来说 当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黑染陈建中呢 一直以来哦 就是大力提倡体育发展的人 他还是台湾职业篮球联盟的执行长 以他这样子的身份 我觉得实在是没有任何借口哦 帮他看盗版转播的行为洗白啦 否则呢 他以后还有什么立场 鼓励大家买票进场看球 卖职篮的转播权给电视台的业者呢 那电视台业者然后不会说 诶我花大钱买你的转播权 结果你看到版的哦 那你凭什么跟我收钱呢 是不是 不过呢 我想陈建中他也很快就改口道歉了啦哦 而且呢 他一直以来哦 也确实是对台湾的体育推动 付出很多的心力啦 所以我想接下来的奥运赛事 就让我们一起看正版的转播 继续帮台湾选手加油吧 好 最后呢 因为最近的奥运风 实在是太热了哦 热到了我们的林洋沛呢 在夺冠那场比赛时 被鹰眼判定为界内的制胜球重播画面 也被热情的网友拿来大作文章哦 先是有设计师提议可以拿来当新版的台湾国旗 之后又陆续有人在这张图上加上台湾的英文字 还开发做成T恤等等周边哦 不过这个部分到底有没有作权的问题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哦 我会把答案写在我的IG跟脸书粉丝业上面哦 那欢迎大家去追踪我的IG 或是到脸书粉丝业上面按赞看答案哦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识 别忘了订阅影哲律师的YouTube频道 以及追踪我的IG和我的脸书粉丝业按赞 记得赶快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以及官方LINE帐号咯 那我是影哲律师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